接見優良得獎企業一個個握手致意 行政院長賴清德跟不忘多寒暄幾句 和企業關係可得打得扎實 然後呢也帶動台灣基礎建設的進步 再次重申總統蔡英文拼經濟決心 努力扛下重任 不只從11月6號開始要連續5天開記者會 親上陣說明五缺問題 為了加速推前瞻計畫和長照預算 11月更要展開一連串下鄉行程 將從屏東開始一路到台東花蓮宜蘭 再從高雄開始一路往北 要走遍每一線市 下鄉說明政策全台跑透透 由於民進黨內也在11月要拍案 各縣市長人選及初選機制 遭解讀選舉政治動作濃厚 院長的下鄉跟加温 跟所謂的什麼選舉加温是無關的 事實上沒有下鄉 其實也是每個禮拜六都去市場 政策推動行政院長賴清德 蓄事待發展開下鄉之旅 要來展現效率外 也要力拼施政有感 讓民眾直接感受到 歡迎宣聞洪錫玉旅家恆台北報導